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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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码動足先機動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重码動人大副羅湾的盤後解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二 這個禮拜的第一個假日 當然同朋友 其實今天呢 我相信在上禮拜我們跟大家提 其實今天你主要在觀察說 他到底是漲還是跌就好了 他只要漲基本上就沒有東武變盤 那我相信就這個盤來看 同朋友我相信從上禮拜到現在 都跟他說這個沒有東武變盤 不太可能啦 因為缺水缺電缺疫苗 他在讓這個股市崩盤 這個無三可能挑戰那麼多 這個挑戰太多極限了啦 好不好 只不過同朋友 我相信今天你看盤 你會覺得這個成交值 今天成交值都在哪裡 都在航運股啊 我不講的不是成交量 是成交值 也就是今天這個樣子 其實成交值都在哪裡 全部都在航運股 而且呢而且如果說 你如果說跟那個台電來比的話 都沒有 長榮跟陽明這個是台電的 一倍多耶 超過一倍以上耶 也就是市場上錢都在這個地方 那錢都在這個地方的話 說真的這個地方叫我追喔 我也追不下去啦 那不是這個地方去撩 這是怎麼撩啦 你今年很不錯我知道 但是你明年呢 明年會不會今年好嗎 如果不會的話 那今天是6月15號對不對 你6月4號進入台灣50 你6月18號基本上就要生效了嘛 生效了在這幾天說真的 這個該買的應該買差不多 那你真的進去之後 在這種位階 這只要怎麼背貼重點 我真的是 我買不太下去了好不好 我買不太下去了 因為就這個行情來看 我相信其實這是一個 資金輪流行情嘛 不是只有你這個在漲嘛 還有其他什麼 其他電子也在漲嘛 也就是就一個位階高的 現在非常熱的這地方追 我是覺得風險稍微大一點啦 那如果說你是啊 我很喜歡衝浪 我要自己追 那請你4號停損停利 好不好 那其他的部分 我現在我們在之前 在節目上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跟大家提過新興嘛對不對 新興其實籌碼是沒有什麼改變啦 那外資當然這個地方也看得很好 台積電的3D封裝的部分 ABF載盤基本上是新興的啊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以這部分來看的話 今天喔 今天稍微又吐上來 吐上來 那這個漲 他五月營收創新高對不對 五月營收創新高 他股價也創新高耶 他不是那什麼五月營收創新高 結果那股價股價沒有創新高 他不是喔 他是五月營收創新高 然後股價也創新高 現在怎麼樣 現在上高檔橫盤整理 這個法人籌碼基本上 我是認為沒什麼改變 沒什麼改變的話就是什麼 漲多稍微修正一下 等這個實時線啊 等實時線上來應該 應該是還有後市啊 好不好 所以這個一樣持續看好 然後這個大成鋼 之前在跌的時候 因為鋼鐵股前一陣子怎麼樣 中國在打壓鋼價嘛 不是嗎 在打壓鋼價嘛 所以鋼鐵股有一點怎麼樣 有一點亂流 不過呢 如果說真的會漲的話 混一混就會漲回來 但是混一混就會漲回來了 扣底在這邊了嘛 沒錯吧 扣底扣到這裡了嘛 扣底扣這邊股價在這裡嘛 所以呢 所以它的月線怎麼樣 月線要開始上揚 月線開始上揚的話 如果說你救美國基建這一塊 它是卡到什麼 它就卡到民主共和兩黨 什麼協商而已 協商完之後 啊 社會股不就是它嗎 所以呢 所以這個長途的股票 也不用太怎麼理它好不好 然後這個9元 這個9元 我記得 那時候掉下去的時候 公布五月營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怎麼樣 沒有五開頭有點不如預期嘛 同朋友我不是跟大家說了嗎 那就是缺船缺櫃嘛 所以有些營收delay了嘛 有些營收delay 我是不知道你聽不聽得進去 不過呢 不過它今天又翻回來了嘛 又跑到81塊多了 掉到78塊多 就是5%的資金保護嘛 今天跑上來了 跑上來了 出一個新聞 Q2營收 登高可期 Q3忘記去洋上 沒有不要說Q3 我可以告訴你Q4也是很好啦 它是好一整年的公司啦 第三季基本上會 反正今年就是比去年 比去年好就對了啦 然後呢目前來看的話 本益比都還很低啊 所以像這個股票 我也認為 沒什麼要緊啊 抱一抱搞不好 抱一抱就上去了 好不好 所以呢所以 所以 這種就是後面有事的公司 你就抱就可以了 好不好 當然 同樣的安全的 我們那時候講幾個是講安全的 他有安全 然後呢又成長對不對 其實就安全跟成長的話 另外一家 這家你也可以留意啦 我認為他很有機會創新高 先從籌碼來看 他主要是外資這邊 他投資還沒買 外資啦 就是大陸主比 基本上跟外資 然後主力買賣超 買賣超差這邊 買賣超是要付的 也就是這個是有人在吸貨的 他這一檔 他目前的 我們那時候講的9元 是他有殖利保護 70幾塊嘛 80以下都是殖利保護5% 他目前一樣喔 他目前是5%多的殖利保護 因為他今年 配什麼要配多少 配2塊9 配2塊9的話 你58塊 2塊9應該是多少 59 2.9 你乘以2的話 應該是58 超過58 就是5%以上 就5%以下 59以下是怎麼樣 58以下 29 乘以2 58 58以下都是5%以下的 5%以上的殖利保護 所以他現在在5%以下 所以他現在是5% 但是他第二季開始 第二季開始 引收會開始慢慢 就開始往上跳了 往上跳的話 已經有兩架 反而就出爆告 他出 雇他今年賺6塊多 明年也賺6塊多 所以今年配2.9 然後今年可以賺6塊多 我們就以配期的角度 以殖利的角度 來講 他過去都配7成多 配7成多 也就是如果說 賺6塊多配7成 配4塊多 配4塊多除以現在的股價 哇8% 沒錯吧 也就是你抓後面3來看 通常我們不是抓一年喔 今年已經5%以上了 明年8% 後年也8% 光這3年5% 8% 他以目前的角度來看 殖利率基本上很賺 所以呢 所以你就一個反的角度來看 反的角度來看 殖利率就這麼高 那麼高的話他又什麼 他是半導體的 半導體的話 你抓10倍本益比 基本上 殖利率不僅賺得到 還會怎麼樣 搞不好還會創新高 所以像是怎麼樣 安全的 安全的 安全的你就多留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個結論 盤面上我認為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今天的主要行情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東吳變盤 沒有東吳變盤 但是這個地方會走多遠 我是不太認為他會走太遠 反正就萬七在那邊 震來震去 然後呢 然後 很多短線客 外資很多短線客 所以呢 所以你不要看說 外資進來了 好強喔 結果呢隔天 全部到處來 所以那種創新高的什麼的 都沒有 還是一樣 這個地方打帶跑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他肋骨冷凍的 其實非常快速 那肋骨冷凍非常快速的話 其實我們講的 是一個操作方法 就做穩的 你要衝來衝去的話 你可以自己衝 你就自己衝 但是那種有時候什麼樣 你停損停地要設好了 但是有些 安全 後面又會漲的 我認為這個地方就 就多留意 搞不好發財就可以賺大錢 好不好 所以還是一樣 有操作方法 方法救我會員 救我下一支 當然新法人 跟著大陸走 台北林友 喜歡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 我今天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